哈喽小客们大家好呀 我是你们的鱼兜景姐 现在我只剩下这一个伙伴了 看这无忧无虑的 站着就能睡着 就直到在屋里冒着 算了我现在就不需要野人了 咱们现在该准备打耳龙了 得做一个熔岩号角 嗯虽然我很富有 但是我还是缺材料 我得先去地心世界收集一些了 先去给武器付个膜 好了现在就出发 哎呀这数光石块有点少啊 都让我挖差不多了 这咋这么高啊 我还得上去挖 呃呃呃1515 我们先挖点曙光石块 然后再收集一点火种 好了这些应该够吧 回去先做一个岩石捷径 然后是生命捷径 需要一口麦子火种 还有水果拼盘 先把麦子和火种都弄好 然后我们就去拿神器 给它们多刷出来一些就好啦 嗯 哎外面好像在打架 哎我的金银花 你没事吧 哎你还挺厉害啊 你居然打死了这么多的怪物 平常打架的时候你躲起来 你的小伙伴们都没了 你你你可算来劲了 这个我得看住了 你们家族可就剩你这一个毒苗了 别再把自己给浪没了 好了把生命捷径做出来了 再做出熔岩浩角 好了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去打二龙了 不过在这之前呢 我们还得做点武器 就做一个弩吧 然后把装备什么的全都附上膜 哎爬墙 穿上这个我是不是就可以飞烟走壁了呀 哈哈我赶紧出去试一试 哎开始爬了 大约过了一个世纪 就是这个速度嘛 有一点点慢 那我们试试能不能从上往下爬呢 就在这个位置吧 哎这不行啊 哎那这个就没啥用啊 这还没我自己搭石头上去的快呢 嘿嘿好了小伙伴们 你们知不知道还有哪些有用的附魔属性吗 留言告诉我哟 还记得点上关注呢 爱你们摸摸他